各位同学好 你现在所收听收看的是 林文老师APP课程介绍 着重都是英文的教学 林文老师APP从去年四月到现在 刚刚好满一年的时间 线上课程从去年十月开始推出 就一直努力的往前面走 因为觉得没有回头路了 我觉得这条路我想走个十年 那线上课程呢 主要是以三本杂志为主的 首先跟各位介绍林文老师上传的课程 你就大概知道林文老师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一混淆单子 一百三十一回合 你就知道不到够多了 音幕上更出现了我上传的数量 一千两百七十二九个课程 所以这边我想也没什么好说谎 因为这个Google你也很难去做变化 这边是一混淆单子课程比较短 三分四十九秒 电影学英文十一分钟三十六秒 我讲疯了 呃原则上五到八分钟是最好的 经济学院杂志十一分钟 太道读七分钟 林文老师就希望一个微课程的方式 让各位在就业的时候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很多的讯息 想起我知道的东西越多 你自己的力量也越强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 林文老师的APP下载是免费的 你可以用Android手机或iPhone手机 然后下载之后呢 你会下面有六个选项 我右手边滑中二十四个 就这种七个是付费的课程 这是其中第一个叫说文解字 也是林文老师最早开始的 你知道吗 我快要迈向两百个了 两百个代表说快要讲了快 应该已经超过了快半年多的时间了 好 林文老师就简单说明 说文解字的课程 大纲在讲什么 它取材于New York Times的文章 好 我想你这样听 大家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New York Times的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我会特别找有中文部分所出现的 你会觉得比较好理解 中文部分的哦 叫New York Times的 就你中英对照比较清楚 再加上林文老师的这个故事讲解 你就比较能够懂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这篇文章介绍 Fone跟Hot之间的差别 上面讲手机跟真实社交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到学生在火车上 就业人士在火车上 每个都在滑 黑人在玩那叫Crush Candy 对不对 他说Can you remember the last time you were in the public space in America and don't notice half the people around you you were bent over a digital screen thumbing a connection to somewhere else 好 我停留在一个字上面 你会发现林文老师的讲解 有三个帮手 第一个帮手呢 是林文老师内建的字典 花了四年五年时间的建立 第一个重点都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我相信很多老师的 很希望得到这个内容 他们不可能拿到 这要自己花时间投入的 notice动词注意到 名词不告栏 noticeable显而易见的 notify通知 notification告知 各位了解到这个字是不是 不是很棒的一个重点字 非常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呢 林文老师第二个帮手在这里 第二个帮手 这叫做光碟字 这个叫做google翻译 notify 你看到没有 在右手边麻出来了 通知第三个字典在这 我把这个字copy一下 这样比较快 好我们再回到了光碟字典 notify一打 右手边出来 你看到没有 The school is required to notify parents If their children fail to come to school 有没有看到很清楚 好我们再回来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一回要单字 说文解字 林文老师是周一到周五所提供的课程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礼拜有20回 那一个课程呢 一个月100块钱 好 不得了的公益事业 对不对 好 那这边一回要单 你看到全部都是破产 没钱 从这个简单的口语 到这个杂志的难度 都是用这样的用法 我们再看里面 中文都差不多 你看到没有 好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翻译部分 broke impecunious destitute impoverished bankrupt insolvent 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 单字王 单字王这边看到 更清楚的是 这边说到了 就是单字部分 它是Tie杂志 非当期的文章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学危机 被围上碰到一样的大学危机 好 所以你看这个单子 我就把它做举例 通常我讲解10到20个单子 你看到没有 已经绝对超过20个单子了 很丰富 好 我只做一个示范 我就不讲解了 所以告诉你说 我有三个帮手来做说明 所以我的讲解一定正确 刚刚讲那个字一定从动词变来 你看这边非常多的内容 全部都出现了 好 我们再把这个字做一个备份 我们再回到google翻译 看到吗 右手边马上出来其中一个意思 再相当光碟字典 意思非常清清楚的明明白 林文老师目的告诉你 第一个 你背过的单子一定有不熟悉 有第二第三个意思 林文老师会帮你做说明 另外一个 有些单子你可能看过 但是对它很模糊的 你又印象深刻 新的单子相信我 听了就忘了 除非你真的是立刻看到 不然很快就忘掉了 所以我这种微课程 本来就是聚杀成塔 告诉你一点一点的累积 时间多了就不得了了 第四个课程 今天我们看到就是 Christine Laguerre 大家知道是谁吗 她是那个 本来是法国的财长 当时Nicolas Sarkoji在位的时候 后来呢 因为Dominus Strauss看 就是美国的INF国际货币经营 闹了一个丑闻下台了 换得Christine Laguerre上台 一个头发全白的一个女性 你会看到这篇文章 真是蛮有趣的 好 然后她能不能拯救欧洲啊 很简单 就是她能不能一个人呢 也不能一个人啊 她能拯救欧洲一个一个危机的发生 尤其现在很多的失业率非常的高 美国失业率也是在 也是高居不下 但是有慢慢的下降的趋势 OK 我们再回到下面去 Tine雜誌 我再多做一个说明 你订阅这个杂志的话 你去看Tine雜誌的官网 2340块钱左右 代表呢 一个月一年你会收到54本杂志 如果你真的订的话 我告诉你大概不到十几本 二十几本就开始就不拆封了 因为我碰过这样的人太多了 我自己就曾经做过在大学的时候 所以你没有毅力 或者说你没有人帮你导读 你大概这些书很快就不动了 因为什么难度很高 相信我 因为太多东西是美国的文化 不是我们台单文的文化 可是我们要把转换成台湾的文化 你才比较了解 这是学英文辛苦的地方 好 今天学人杂志呢 这杂志更贵 第一年份七千块钱 如果你从这个上个月开始 你就发现到它分两种收费的方式了 值本的话是九千块 那数位的话是六千块钱 所以也不便宜啊 我也是给他订了六年 我本来想订九年 他不让我订 为什么 因为他后面一定会涨价 想赚我的钱 那他一个最棒的地方 是他有NP3的朗读党 所以有NP3朗读党 有文章 再加上广播节目当中 一个礼拜会有挑四篇文章做导读 太好了 这个课程林伍老师大力推荐 所以我特别想过 每个课程都是我有无法割舍的地方 因为课程我把它想 就把它停掉 那我都没办法 它都有它的优点存在 好 比如说说文解字 着重在一篇文章就了解一个故事嘛 一回调单字都是中文很接近的 但是意思不一样 单字王比较细点探讨的单字 可是量还是有10到20个 泰导读 经济学院杂志 泰的这个知名度很广 经济学院杂志 只要你念商业的 没有人不知道这份杂志的 尤其你看这个消息多大 迪士尼耶 它有掌握ESPN80%的股份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好 movie大白沙 林文老师那觉得 不从电影学英文 你也觉得太怪了吧 这边介绍一个著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那我从他成名的电影开始讲起大白沙 就就是下恶的意思啊 所以你看六个课程我觉得都割舍不掉 后来就觉得说 又把一个字讲清楚说明白 于是开胎了第七个叫画天说地解单字 那今天这个单字呢 我要探讨的是spire 这样一个字根 你会发现到 MSN 啊 下面没有什么特别的 sync 呃 我看看有没有出现这个字 哈 有没有这个单字 有 有没有看 出来了 好 这个单字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单子有个字根 那我就不告诉你的字根什么东西了 我会告诉你说 很多单字跟很接近 啊 像一个字教Inspire 还有一个字叫做Perspire 还有一个字叫做Expire 好多这样的用法 然后我在自己的单字卡上 还放了一个叫Conspire 很多的单字让你看的印象深刻 为什么呢 它共用了一个字根 但是每一个变化呢 都可以去讲解过后比较好背 这就觉得林文老师觉得 把说的课程有声化最大的乐趣 所以你就发觉不同的课程学起来 你不同的重心 你可以看一看单字网 你也可以看看画天树立解单字 你看看经济学院杂志 总之你发觉经过了几个月之后 你的程度不断的变好 这是林文老师教设计这个课程 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在找我的蓝海 找我的听众 找我热情可以捐助的对象 好林文老师 你要订阅课程简单 写信给林文老师 林微et小老鼠gmail.com 这是林文老师email信箱 林文老师会很高兴的 寄这个档案给你们 寄那个档案给你们 还再加上那个付费的方式 ATM转账 这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费用可以收那么便宜 因为我一个人从董事长肩状中 都是我 谢谢你听到现在也好 那林文老师的那一帐号叫林微et 林文老师的Facebook呢 也在这里 林文老师有新成立一个社团 目前还不到一个月 叫做英文笔记单字卡贴图去 所以代表鼓励自己的学生贴 贴的目的是给就位人士 里面看这些资料的 因为我知道你没有时间做英文笔记 学生做的笔记 就是让你去吸收 看着去吸收 每天来都可以看到东西 我希望他们每天都贴一些笔记 对不对 鼓励他们一点点的做事情 帮助更多的人 好 那林文老师呢 还会在六月份开始一个网站计划 我在想说这个网站计划呢 不小成功还是失败 最主要是时间 林文老师毕竟还是全职的补习班老师 然后用线上的课程式 把所有的休闲生活占的满满的 还会有下一个计划吗 有就叫金沙计划六月份 请你期待 那个是一个宝 白宝箱的一个计划 我把它叫做金沙 金沙不是那个 gold gold insan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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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叫做gold insane 希望你体会这个意境 好 鼓励你 把握时间 因为今年的一季已经过去了 四月份已经漫向十一号了 不知不觉夏天的来临 半年就不见了 请你把握 国际观就是随时开始 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